这是一条变种食人鱼 它不仅咬合力惊人 而且繁殖能力极强 看着它硕大的体型 你肯定想不到 它的前身竟然是中国黑鱼 那这种变种鱼是怎么来的呢 一个渔夫在沼泽地里钓鱼 只见鱼钩快速下坠 还没等渔夫反应过来 他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突入水中 渔夫的尸体很快就被佛波勒发现 佛波勒觉得这是一场普通的鳄鱼袭击事件 很仔细的大山检查完尸体之后 他觉得这种咬痕并不像鳄鱼所致 于是大山跟助理一同前往沼泽深处 在这里他们遇见了渔民老高 大山问他最近有没有出现奇怪的事情 老高说附近突然出现了一艘货船 于是在老高的带领下 众人一头找到了货船 大山刚打开货船的储物舱 一股恶臭味着扑鼻而来 两个人来到储物舱内部 里面出现了船员腐烂的尸体 助理没有忍住跑到外面吐了起来 在甲板上助理发现了一块鳞片 看着大小的程度 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生物 于是两个人只好拿回去研究 就在助理上船时 老高一个亮枪跌进水里 大山刚要伸手去拉 突然一股强大的吸力将老高拖走 还没等大山开枪 老高就被拖入水中 惊魂未定的两个人找到附近的渔民 他们本想第二天再走 可到了晚上 一个渔民觉得水里有东西 他拿着手电筒朝水里照去 词曲 李宗盛